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介绍历届考题的赏息 那么这一部分我们是介绍的是 布阿松分配的时间的间隔的性质 这个题目是济南财经所的考题 那么它是一个英文初题 所以我们要仔细地去解释一下 这里面的他问的是什么 这个不是重点 Reader's Survey 这是Baron的一个1998年的一个研究 根据什么研究呢 这重点是在这边 Average Annual Number of Investments 这个是投资 投资的Transaction是指的是成交 我们的成交呢 Annual是什么 是年度 Subscriber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投资者 投资者的话呢 他在投资的成交量 我们的话呢 在投资多少 30 那没说什么 那我就说30个单位 我们就记得了 这是年度的 这是年度 它是个年度的这个投资的话呢 有30个单位 好 Suppose 是什么呢 那么 The Number of Transaction的话呢 In a Year 那先讲清楚了 Faddle Boisson Probability Function 它是服从的是 Bosong 几率分配啊 好 这题目就已经知道了 这个题目 记得了 30个投资的 投资的量 是30个单位 在哪里呢 在年 一年30个单位 好 那现在题目问的是什么呢 几率 No transaction During the month of January for the particular subscriber 他问的是说 在一月 一月 一月就是一个月 他一个月 完全怎么样 没有成交 那么第一题 要怎么做了 我们心里有底了 这个题目 在一年的时间是30 那么一个月呢 那就是 30除以12 是等于多少呢 算一下 20 2.5 2.5个单位 然后这是什么 一个月 一个月 2.5个单位 那这个是我们的 新的烂打 那题目的问了 我们说 No transaction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是X是几 有多少交易 没有交易 零的交易 题目他这边 既然已经帮我们计算了 就不能够再去 用计算机来按了 我们就直接写了 零阶层 1的 负烂打 负烂打是多少 本题的烂打的话 是以月来看的话 负的是2.5 然后烂打是多少呢 2.5的其次方 零次方 那么这下子好了 这边就1 这边是1 所以是多少 1的 负的2.5次方 那么这个2.5次方 那怎么计算呢 那题目 假设我们只有用 一般的计算机 或手算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写 1的2.5次方 分之一 那2.5刚刚好 又是什么 1.25的 两倍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写 1的1.25的 多少 2次方 这两个的话呢 是可以变成2.5的 所以我们怎么算呢 3.49的平方分之一 来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用手算 或者是用计算机 按一下了 好 我们按一下 这个是 1 来除以 3.49 3.49 再除以 3.49 这边就是 可以写了 0.08210 这是我们计算出来的几率 那这是第一题的做法 这是第一题 那么我们继续做第二题 那么我们了解了题目以后 我们发现其实用英文出题 也没有不见得会比较难 但是要看得懂题目 这是最重要的 这是第二个是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他要问的是几率 Next transaction will occur within 在什么地方 within within是在内部 the next half month 一个 我们来想想看 这是一个月 半个月 他的意思是说 Next transaction 一个交易的话呢 他是在 后半个月 有交易 这个是代表什么 没交易 他的意思是 半个月之内 前面 没有交易 那后面的话 交不交易呢 一定要交易 因为后面的话呢 是 他没说 完全没交易 Next transaction 他的话意思就是 后半 要有交易 这一定要有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 那么我们的题目是 第一个 我们要把它分成了半个月 我们的lander要改了 半个月是多少 应该是一个月的一半 1.25 那这是半个月 新的lander出来了 那么再来呢 我们现在用半个月来说 这是没交易的 因为这一部分 前后 是完全独立的 所以我们先确定他 这半个月没交易 那没交易怎么写 这是P X等于零 后面的 他要成长什么 后半部有交易的 是X 不等于零 那我们来计算一下 等于零的几率是多少 零阶乘 1的 负lander 负 1.25 再乘上什么 lander的 X次方 那么我们知道了 这是多少了 等于 所以P X等于零是多少呢 是1的 负1.25 来我们计算一下好了 1除以3.49034 1除以3.49034 等于0.286 我们取三位就好了 算出来的结果 完全没交易 前半个月完全没交易的几率 是0.286 那么现在我们就等于多少呢 那这个来算一下 这个算出来是 就前面是0.286 后面呢 还要再成 我们不是这样的算完了 因为我们要确定后面 后面可不可以没交易 不可以 因为它 will occur next half month 所以它在后面的半部 是有交易的 有交易的话 就是1减掉 没交易 那这个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它是 都是半个月 所以这边是写的是 0.286 再乘上多少呢 这边是 0.714 来我们计算一下 0.286乘上 0.714 等于 0.2043 这么就直接就写了 0.20438 写0.2044好了 0.2044 这样的算法就是代表的是说 前半部跟后半部 是独立的 前面没交易 后面确定有交易 所得出来的结果 那么虽然这个题目是英文出题 那只要了解了内容 其实就并不可怕 我对那样的说明了 是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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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